為什麼選一條有斜路的頭柱站? 就是了, 還要特地過海來租環這間 不行了 什麼? 德德姐, 你不是在玩嗎? 就是了, 很難選這間頭柱站 為什麼呢? 關我的事, 冰霞師傅在等的 真的嗎? 真是的 我們在風水上特別玄學角度 我們選一些比較弱制的頭柱站 自然可以增強我們的運勢 第一, 你們來的時候 有沒有發覺到處都在動土, 維修 有啊… 我們在風水上, 動土代表著動土沙的意思 也代表運勢會一般的意思 第二點, 有沒有發覺這條路很斜? 有, 很斜, 站不穩, 為什麼? 我們在風水上經常說 稀, 乘風則散, 戒水即止 通常在斜路方面, 財運會一般 明白 到第三點, 第三點 我們經常說山館人丁, 水館財 這條路方面有沒有發覺很窄? 很多時候, 水亦是代表河流、大海的意思 我們的道路、馬路都是屬水的 所以這條路很窄 這種在我們的玄學角度 就叫做戒腳水, 亦是破材的意思 你想想, 這個頭柱站運勢一般 我們的運勢就自然非常好 八紅 八紅, 八紅, 八紅 難怪我, 八紅 八紅, 八紅 你們在這裡搞什麼? 師傅… 我們…我想發達, 不是要排八紅嗎? 不是這樣選擇的 那是怎麼選擇的? 你們的十二生肖在農年的幸運數字 來選擇相應的桿塔或數目字 就自然比借火 師傅, 快說吧, 我是熟雞 熟雞和熟喉 你們最幸運的數字是五號和十號 那我呢?我吃老虎 八紅, 熟虎也不錯 熟虎、熟兔和熟羊和熟狗 你們的幸運數字是一號和六號 你們三個都不是八號 五號… 我還沒說完 因為到了2024年 我們正式踏入九溫 我們的七尺破均退氣財星 位於正南的位置 所以最簡單 我們想增強我們的運勢 我們就去投注站 在裡面量度出去 看看門口是否響著星 如果是的話, 就增強我們的運勢 師傅, 怎麼這麼多要求? 有的, 又要動土、斜路 還要望正南方, 沒錯 要齊全的條件, 不容易找 投注站, 你快去找吧 快去找吧 去, 快去找 公式? 師傅買就行了 怎麼自己玩得這麼笨 你聰明, 碰到一顆, 馬上買